这盒胶片呢 我拿到之后呢 它本身它是过期的 它是有效期是在2007年的1月 所以我们想它已经过期了13年了 那么这个胶片之前呢 保存的条件我不知道 这个有一些胶片已经停产了 所以呢 你只能去买到二手的 所以呢 我有的时候呢 如果遇到二手的胶片呢 我会买来尝试一下 如果你买胶片的时候 你知道出胶片这个人 他的这个储存条件一直是很好的 比如说这个胶片呢 如果一直在冰箱的冷冻状态下保存的话 那么它可以过期很长时间 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呢 如果是在冷藏或者在室温情况下呢 那么过期 一般过期两三年的话呢 这个效果就会大大折扣 对过期胶片来说呢 第一呢 它的影响是它的感光度的变化 它的感光度会下降 下降多少呢 这个你需要来做测试 第二呢 是这个胶片它的灰物会增加 就是你底片看起来 灰蒙蒙的那一层东西会增加 另外呢 还有就是胶片会形成一些斑点或者条纹 这种呢 是非常不确定的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预判这个胶片会出现哪些瑕疵 那么在拍胶片的时候呢 一个胶片呢 它对于灰度 大面积灰度的表现呀 这个是特别考验这个胶片的品质的 所以就这张照片来说啊 我们能看到 这上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斑点啊 其实还有几处小的斑点 那么这些斑点呢 并不是在拍摄和冲洗的时候带来的 而是它这个胶片 乳记的老坏呀 或者是有霉斑啊 或者是有一些小的脱落啊 这样造成的一些斑点啊 这是这个过期胶片的这个影响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呢 大家买过期胶片的时候呢 要谨慎 如果是对方这个胶片一直在冰箱里冷冻 那么在过期五年之内啊 这个胶片呢 其实影响都不大啊 甚至说 如果是它包裹的好 没有水汽进去的话 应该跟新胶片应该差不多的 另外呢 这个胶片过期的情况呢 也要看胶片本身啊 这个胶片如果本身的品质很好 稳定性很好的话 那么它可以过期很长时间 比如说我用过过期 差不多有十年的这个 柯达的Tmax的叶片啊 那我觉得其实影响很小 稍微有一点灰雾 但是整个乳记呢 它没有出现斑点啊 没有出现那些不均匀的那个情况啊 所以那个胶片还是用的还是可以的 所以呢 就是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买过期的胶片啊 当你知道这些知识之后啊 你就明白了 你买过期胶片的时候 你要担哪些风险 你要注意有哪些问题 买了胶片之后呢 一定要先做测试 另外呢 过期胶片要用它来去做练习 不要排行重要的东西 当然有一个 有一个例外 就是有一些摄影师啊 他喜欢过期胶片出来的那种瑕疵啊 比如说他有一些斑点呢 有一些灰蒙蒙的啊 或者感动度变化 那种反 极低的反差 很粗的颗粒啊 他追求那种那种感觉啊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啊 专门有这样的摄影师 就专门喜欢用过期胶片来创作的啊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尝试的啊 好 这次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